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有人送了礼物 但是蛋糕却一口没吃上 欣欣喜欢我送的礼物吗 喜欢 谢谢你啊 不用谢 反正从你奖金里扣 真的吗 开玩笑了 吃吧 欣欣说吃剩蛋糕会有好运的 你先吃 要不是在医院 欣欣过生日我一定会在家包饺子 叫上大家一起聚聚餐 安安 你知道吃饺子象征的意义是什么吗 什么意义啊 从明朝开始 中国北方就有了吃饺子的习俗 两年之交迎新辞旧 去跟随胶子之意 再后来胶子就变成了饺子 所以吃饺子也象征着改变 还有这个缘故呢 所以今后你包饺子的时候 就想着这个意义好不好 安安 我想告诉你 如果你能站在 我现在站在这条路上 我一定不会让你一个人走 我喜欢你 谢谢你 可是 我还没有准备好 我还没有准备好 我始终会面带微笑点点头 安安 我知道你现在不太适合想这些 你还有很多很多事情 需要努力去做 你做你的 不用在意我的感受 我只是单纯地想对你表白而已 都被你击中 我愿意 我偏向你 惩 favor 不不想过 你让我按摩 我想要想知道 我是姚思 我敢做 你偏向你 你偏向你 我希望明年的此时此刻 我们还能在一起 给心仪一起过生日 找我一起吃饺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安安的前夫 你也是十月的朋友 我和他只是认识 他不是说了吗 我是选安安的朋友 竟然都认识了 过去我们喝一杯吗 我差不多回去了 这酒刚开 我一定没喝 要是不介意的话 请别 不用啊 谢谢啊 走吧 师妹 走吧 阿雅 走吧 勇士 你跟他很熟吗 不是说了吗 安安姐的朋友 谢谢绝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